3、2、1 请动简 简开彩带 代表许错港自行车警官大桥 正式完工启用 17号下午 桃园市长张善震出席 大桥完工启用记者会 并实际登桥欣赏老街西出海口风景 张善震表示 大桥连接了大圆朱维渔港 和观音草榻沙丘两个景点 方便民众串联顺游 更结合了滨海自行车道 邀请市民朋友 闲夏师来这里骑车 长生健体的同时 也欣赏海岸风光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的许错港的 这个自行车警官大桥落成 在我的右手边 就是观音那边的草榻沙丘 在我左手边 这边就是许错港的湿地 这个警官大桥 把两个景点串联在一起 除了我们附近的居民 以后要跨越这个老街西的时候 方便很多以外 我们鼓励我们的民众朋友 骑自行车做健身的话 也是一样可以经过这个景观 非常优美的一个桥 然后可以非常方便的 就看到我们的举世港湿地 跟我们草榻沙丘 桃源市府海岸管理工程处处长 也进行简报说明 自从2016年桃源市府 带管许错港湿地以来 市府积极富裕当地的生态 并展开相关旅游工程建设 而透过修建这座大桥 不仅串联了周围的景点 也让来往两岸的人们 不用再行经大车多 有车速快的台61线侧道路 降低车祸事故风险 而未来海管处 也会就停车需求来做规划 这一座大桥总长度是315公尺 在这个景观大桥通车以前 如果民众要从许错港湿地 到草榻沙丘的话 他必须穿越台61线的一个侧车道 通车之后 民众就可以直接从许错港湿地 一直骑到草榻沙丘 甚至在往南的一个部分 那未来我们也会协助游客 解决停车的一个问题 建置低碳转运中心 大圆到观音沿海有许多特色景点 然而长年来缺乏串联 因此桃源市长张善政表示 大桥启用只是个串联的起点 等到未来景点工程陆续完工 市府会积极结合既有的滨海自行车道 来发展当地的旅游观光 除了这个桥以外 其实我们在附近 还有好多个工程都在进行 譬如说人文景观公园等等的 所以今天这个桥的落成 只是我们大圆到观音这个区域 很多很多景点 两颗珍珠串联起来的第一个动作 将来我们还会开辟多更多的景点 更多的珍珠 让大圆到观音这一带的海岸旅游 变得非常非常方便 非常的赏心悦目 作为北台湾最大的海岸型湿地 许错港湿地拥有丰富的水鸟 以及超间带生态环境 是热门的赏鸟景点 而观音草踏沙丘则是在2020年 被台湾市府划设为 桃园第一座地植公园 拥有号称台版撒哈拉沙漠的 海岸沙丘美景 市府希望透过花展生态旅游 让更多人能认识 桃园独特的海岸风景 记得刘雨婷团队报导 联系楼